第五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六場 三班跑千二的 重化馬有兩隻 極速進馬和大師級 狀態指數表 2號、9號、12都看得不錯 配備轉變就沒有了 先看這一堆 裡面是極速進馬 外面是鑽石鳴駝 這些都是典型羅富泉的拍跳 它又不是像譬如高東尼那些 走入面拍得快的 通常都是試得二十六七 二十七八那些時間 回來就有個盤走 再看看那隻加州雷電 這些銳氣正盛都爆發聲 麥瑞瑞在外面 那隻真的三班千六頭馬就是頭馬 你看它贏的那些馬 沒有什麼三班千六頭馬 真的贏得了 而這隻加州雷電 這次是休息了五個星期 這麼年輕 三歲又大隻又主動 無所謂的 中外檔就是中外檔 最重要是頭斷 剷得起它 放在前些走 靠舔也舔到你們這些馬 很難追蹤它 對,還有這隻加州雷電 早前已經驗證過 萬一不夠快 它追馬也可以 所以這些馬回到夠 始終安心一點 不是跑得那麼密 好,接著看看就很有益 我又不覺得它上次斷攬 它上次其實也有份衝 不過你們就走掉了 不過這些就不同 沒有了個檔 而中自營後上馬 周俊樂 就不是擺前走那些 你又要再想想 然後輪到這隻大師級 休息了 休息了一陣子 都隔了幾個月 回到香港也有試試這個閘 其實它六月份也試過一個 泥地閘 之前就在重化 回到香港 找一些建習學員去試 現在就第四位內蘭那隻 順著走那隻 始終建習學員 你都不要說要求它要做些什麼 教導一些馬什麼 順著走安全回來 坐穩就可以了 跟得都不錯 因為這隻馬 都很濫出來的一步 很大步 心律不正 休息了一陣在重化 有照做功夫做回 然後回來有一個大閘 我覺得它又沒什麼問題 我覺得… 三班頭馬來的 好,又是逼它兩步 就是各取所需 帶了一個臉褲的 它是小小的 這隻馬,滴滴滴滴滴的 但是跑下去 我覺得它不是很進步 經常停在這個位置 只有一個近字而已 好,高明進將 勝利威龍 我也覺得那些步子很一般 它一樣贏 這隻也是 你看前後腳立的時候 我一向都很一般 無論是沙田也好 快活谷也好 我更加要考慮 霍哥 再來就是獎金大王 近期葉昌龍的馬都報得很頻密 這些獎金大王也是 其實只是工夫沒什麼 所以就跳回貨 這貨就是今早的 即是他帶 極速進馬 跟他走 好,天地人 八毫 第四天就報名 十天又跑 夏年 會不會不等夏年 我意識到馬已經有在 同盟力量 近期也是連回上陣 一載我們都稱讚這隻馬的身形 真的養得很壯、很標準 這些馬真的搞得漂亮 不過你對比剛才那些 它不是三班頭馬 它撞得很健康 體力感很重 這隻很細隻 你的鋁鷹腹升 上次集前 覺得Action不漂亮 推出 但我覺得這隻馬越來越好 我覺得它反而跳的時候 再來就是有藝君子 這些也上次爆了很冷 不過我覺得它跟之前輸的形態 都不是很大分別的 摸著要難跳 這隻馬長身 那些布又不是那麼漂亮 有得爆得起來 已經沒有解釋了 是 上次有萬集 好了,這隻是維港奔流 這隻馬只跳兩貨 這隻馬真的好像不是壓迫性很大 只是跑過一檔 來到第六場 三班千二米這場 是3T的次關 我想飛數會很側重 二號馬加州雷電 但它確實是眾夢所鬼 這隻馬是強的 還有高東尼也有之前 那隻67斷纜的經驗 可能不要被側身馬逼得太緊 我忘了那隻加州啤 總之在來地後來就斷纜 因為跑得太密 結果就輸了 但這隻回到夠 最後才再出來跑 雜又做足 跳又跳了 這些馬是安心的 譬如六號馬的高明進將 一再在這個神操節目都說 其實這些是有些麻煩的馬 它的麻煩就是在於 我想那些馬的腦筋 經常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看看它走一圈已經知道了 經常走一圈的腳 有些古靈精怪在那裡搭一搭一搭 就是似足那隻玩具達人 那隻玩具達人 上次就是起步 突然間起琴 就是那些馬可能不集中 一困得久 它就動身動勢 起步就不准 所以這隻高明進將 如果它成為熱門 你就要留神了 對,不同的東西 加州害過 剛才你所說的 加州雷電就… 正如你所說 追都可以 就是別人的馬房 當然每個人都是志意好 我都明白 你看看別人的龍鑽輝煌 什麼東西 好像都不算很強 都拼了它 聰明擁它 我覺得這些是差很遠的 可以是 所以這場馬 就算你怎樣 扯得快什麼東西都好 三班頭馬就是三班頭馬 所以我都是必選加州雷電 還有它三歲 它年輕又大隻過你們這麼多 你說至於配腳 當然你就要看 你已經跑到… 如果跑到第六場 那你就到時再量度 那個場地狀況 是什麼環境 才可以再斟酌 同盟力量其實狀態都挺合理的 但是它始終不是一隻三班頭馬 那你都是近近近近 還有我記得同盟力量 上次跑完又說不良於行 不過我再檢查一下 它又沒什麼 另外一隻也是 高明進將 上次跑完之後又是不良於行 不過又沒什麼事 不過還有一隻 那隻這樣的大師級 你說跌了40磅 那我就不知道 這個機器 沒有理會說它不對 但是你說臨場真的再側一側馬 因為有時候有些馬就是這樣 你可能回去重發 我想像出來而已 加州雷電 你們不斷搶搶搶搶 那它追又得什麼 那大師級可能跑得對的話 它是三班頭馬 它贏的馬是好東西 那你回一回 它有回相隔這麼長時間 讓它回 而期間它無論是重發 香港 大閘一樣是有表現的 所以我覺得大師級 又火燒都不熱 蘇迪康 所以我覺得這隻 你也是要 冷碗是要留心一下它 第六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兒 第五場賽事都會有 第六場賽事都會有 第六場賽事都會有